来我们请看到在课本的话是第90页的最下面这边 我们老实上做个记号11月25号 就是说做到立体舞这边已经完了 那其实应该是因为后来又补充公式 所以这边应该是从26号开始 从26号开始 那就把这个学校练习写一写 那当然你会发现 我们经过了这个 昨天跟今天的一些练习之后 其实你现在来看我们学校练习 就会觉得不会很困难 2S三方去减掉这个 7S平方加6S减9 去做FEP的答案 做FEP的答案 来这个 加豪把这个答案就讲一下吧 这个应该直接看就知道答案了 来双联系加豪帮我们把答案讲一讲 嗯好 你觉得这个就直接回答就好了 这个这个函数在这边对不对 那他的维分答案会变什么 6X平方 -14X加6 对没错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谢谢家豪 就是说 反正 有好几项这个我们叫多项式 对不对 Polynomial这个式子 他个别去做维分 每一个单项都做维分 每个单项做维分 每个单项做维分 做维分做完之后 我们把它怎么样加起来 他所以他从一个多项式 维分完还会变成另外一个多项式 而且他的这个次方 Degree会减1 2X三方维分变成6X的平方 所以每维分一次会 Degree会减1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强调过 大家一定要记得 要记得有这样的一个规律性 这样的一个规律性 而且像他这个是三次试的话 我们大概做到第四次维分 就归零了 第四次之后的第五第六次 通通都不用做了 答案一定是零 依照维分的一个 一个 一个计算的原则来讲 每一次减1 每一次减1 所以大概做几次 以多项式而言 他每次都会减1 那如果大家同学以后有机会 这个 接触到可能赛口3的维分 或者是LogX的维分 那么他的状况又会不太一样 所以老师刚刚讲说 每一次维分之后会减1 会减1的话 是针对Polynomial这种叫做多项式函数 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性 那未来我们如果 因为在高中范围 大家就介绍到多项式 那未来大家如果在不同的领域 因为像自然组 他们一定还要在学很多种 其他的函数的维分 那社会组的话 大概应该是不见得要学那么多 所以就看未来你们的 这个去念的大学的学校老师 他如果觉得说你们还要再多多学几种 不同函数的维分的时候 就看各个学校自己的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这个就不一定了 这个 来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九十一页这边 九十一页这边的话呢 九十一页这边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 讲了维分之后 讲了导数之后呢 重点是要做一个什么应用 所以老师一直讲 很多同学会问 我们学数学做什么 学数学就是要拿来做一个使用 而不是一直在背公式 在那边写计算题 那个 说穿的真的是有点无聊 所以 交了公式之后 交了一些定理之后 去写题目的目的是让大家把这些公式比较熟练 要把它记起来 那未来也许你在什么地方 要用到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拿出来做使用 拿出来做使用 来像这个地方 我们的维分的一个使用上 我们最 第一个 几乎每一个课本一定讲到维分的 第一个应用一定是什么 是在讲切线 在讲切线 我们会去介绍所谓的切线方程式 切线方程式 那为什么一定要讲到切线 因为大家回忆一下我们的 一开始介绍导数的定义的时候 就是从割线的协率开始 对不对我们就是去做我们的 我们就是去做我们的割线协率 做了割线协率之后呢再去求 我们是求 这个求 来我们求割线协率的什么 的极限 从大家回忆一下从导数最原始的那个定义的式子 fs-fa除以 a-a就是在找一个什么 两点割线协率 加上LIMITER在做 极限计算 那么那样的时候 我们说啊有一个点 固定另外一个点去对他靠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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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的很近很近很近叫做找极限 所以以后大家看到LIMITER这个符号就要记得说 他要去做一个很接近 也许是接近某一个数字 也许是接近无限大 也许是接近零 也接近什么 负跟号3随便 所以 符号LIMITER他就是给你一个去要找一个很接近很接近的感觉 做这个东西 割线的斜率的极限做到很接近两点很接近之后 很 这个很靠近之后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一个点 所以图形7这边他就会花了一个就是说我这个 A点 他原来 我们按照割线的想法就是 外面这边还会有一个点 然后这个点就顺着这个图形一直靠过来 跟他去做什么 去做两点的斜率 去做两点的斜率 那只不过 这两个点一直很靠近之后 就变成只有一个点 那只有一个点我们按照图形上的称呼就把这一个点会叫做 切点 就叫切点 那我们的那个 而且这个切点他就直接按照我们的三角元数的那个 那个定法叫做Tangent Point 所以 这时候的这个切点就会叫做Tangent Point 就是这个这个A点就叫Tangent Point 对不对 而且 AFA的这个坐标 就叫Tangent Point 那所以这时候找到的线就是把这个 Point的改成Line 就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数学的一些名词其实说穿的很简单 一点都不会很困难 他很直接 就是我要你做什么 你就 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去做就好 所以有了 切点 那么我们真根据这个微分的这个答案找到的这个结果 F.A就是他的什么 斜率 那么就可以找到什么 切线就叫做Tangent Line 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到切线方程师这边的说明 F.A是在A等于A处 可微分 所以这个可微分的意思代表说 我们去做 微分去做导数的一个计算的时候是 找得到答案的 不会做到那种无解啊什么什么不合理的情形 那就变成是 不可微分就不行了 所以基本上他是可以微分的 他是可以微分的找到答案 那么 这时候在A等于A的切线协力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F.A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原始的定义的那个式子从割线协力 在 做无限的靠近 无限的逼近 无限的接近 变成极限的概念 就从割线变切线 这个是我们在 一开始做 这个导数 或者说微分的一个计算上的一个 起始点 大概把这个起始点掌握住 那么就可以知道说现在就在做什么 好那这时候 F.A就是一个什么切点 我们刚讲过从两点变一点就叫切点 叫切点 那么 所以就可以有什么点斜式 这个点斜式就是我们的高一的第四章 4-1的时候讲过的 那个叫点斜式的一个式子 所以我们才讲说这不是新的公式 在我们这个微分的应用这个部分 其实新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F.A 对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们以前点斜式的公式是什么 Y-F.A 等于M乘X-A 所以以前这个地方是写小M 以前在F.A 这地方我们是写小M 现在就是把这个什么 把小M的结果写过来变成是F.A 就这样子 所以切点方程式的一个计算上用到我们以前学过的点斜式 那么点斜式的计算的话呢 跟以前是完全相同 所以这个并不算是新的公式 只不过把斜率 用F.A这样的一个式子来表达 用微分的方式来表达 来做一个计算 所以我们看到他这边的方块 这边的部分 可微分 那么图形 做的这个式子就是 这个点斜式的部分 所以这边大家就记得 其实他不算新的公式 只不过 这个 把原来的 公式呢 M 去把它换成叫做F.A 就这样子而已 对我突然想到 那个 你们 林智英老师复习那边现在复习到第几册 那个谁 那个小老师是谁 艾斐 艾斐你们那个 复习的上到哪里了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什么老师 就是说那个 你们另外那个 林智英老师上数学的复习的部分现在上到什么地方 还是 还是忘记了还是不知道 几率 我上到几率就是 那个叫做第 第二册 机率是高一下学起的 好像第3章还是第4章 我不太记得 OK到第2册 那所以这样子算起来可能到期末的话应该可以到第3册 那我 那我了解 因为那个 对你们 那个什么 安妮老师有没有说明年的巧考时间已经宣布了 4月好像 7号 8号还是8号 9号我不太记得 我不太记得 OKOK 来 对这样子应该还可以了 因为那个 智英老师复习的部分就是从1234册 他的那个范围是4册的部分 那么大概 如果以巧考 4月出来算的话 应该是 可以 玩那个 复习完了 所以 好吧 那当然好像那个有几个同学申请那个台大的好像到 看 学校宣布说可能再过两个礼拜要 要放榜了 好吧也是预祝同学们真的可以 这个 顺利的申请上 或者是要参加巧考 好吧 不管不管 那个我们先了解到这里 然后看立体6 看立体6这边 来立体6这边他说这个三次4是三方减三次加1的时候呢 我们就通过他的上面一个点是1-1 的什么 接线方程式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就在代表说 我们要做 一个 直线方程式 那么他就要去找什么 邪律 所以就针对你的FS去做微分 x三方减三次加1去做的微分是什么 是3x二方减三 这边就直接微了 你就发现就直接微这个就没有什么 好特别去计算了 就把他每个单项都直接做微分 那有了这个 之后我们要 找的点是1-1 对不对 就把他的坐标带进来 他一定要记得我们在做 这个切线斜律的时候 去带入的点 是带入这个点坐标是带入x坐标 不是带入 y坐标 就是说这个地方 这个a是什么 在x等于a可微分 对不对 所以是带入a 不是要带y坐标 不要带y坐标 特别记得不要带错 因为 这边会有两个点坐标 这边有时候你 可能不小心看错就带错 来所以立体又很简单 因为他的a坐标是1 所以我们3x二方减三 我们就带入他的 这个1带进去之后 3-3答案是0 所以邪律是0 那邪律是0代表他是一个水平线 代表他是一个水平线 所以 通过1-1这个切线方程式为 那水平线基本上就可以不用再写这个点斜式的 就直接写y等于-1就可以了 就说你如果确定 邪律是0 代表他是一个水平线 水平线他的一个 那个模式就是y等于k 这个你可以就直接写就不一定还要再去写我们的 那个点斜式的公式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自己注意一下 既然邪律是0代表他是一个水平线 那水平线我们就可以直接写 就直接写了这样子 好那么 立体6的第一 这个切线方程式答案就是y等于负1 就一条水平线就对了 就要水平线 来下面我们的这个 酸利息这也是一样 酸利息这边他说是-3 加3加1 对不对 他说求这个这个点是01的时候 是01的时候的切线方程式 那么 所以我们一样针对负1三方加3s加1 我们去做微分 那这个微分起来会变成是-3x 简单把它写一下 就是他的微分的结果 这个微分结果会变成是-3 -3x 的平方 诶诶 平方跑来 来-3x的平方 然后呢再怎么样再加3 再加3 所以 我们去 哎呀打一拨 来所以我们的这个斜率 忘了打斜率 斜率就会等于-3s平方再加3 -3x平方再加3 那所以这时候 他的点座标给01对不对 所以代表说 我们就要去做什么 做出来的斜率就会变成是 把x带0进去 来所以把x带0进去之后可以找到这个m就等于3 这m就等于3 把x带0进去m就等于3 那所以你针对3 去做什么去做我们上面的公式 这边y坐标y-1 等于3乘以x 所以我们简单把它写一下 来就直接代表y-1 会等于 3乘上 那x-0就直接写x就好 因为x-0还是x 对不对 所以他的线线方程式 我们带了我们的 点斜式之后 y-1 等于斜率3乘上x-0 我们这边a-0就省略了 就可以回答是y-1等于3x 当然你要把一项过来变成 3x-y再加1也可以 所以这个地方并没有 一般在写直线方程式的时候 他比较 没有严格的规定一定要怎么写 有的时候你可能就直接这样写是可以的 加1等于0 来我们把它做一项之后 3x-y再加1等于0 这样就可以了 那当然你写y-1等于3x 基本上也不能说你错 不能说你错 因为这是从 点写式写下来 所以这个地方并不会特别的要求说 只是习惯上我们还是会按照字母顺序 先写x再写y再写数字 这个是一个书写上的习惯 书写上的习惯 所以 那你会看到像课本单这边是写y等于3x加1 这样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去写成y等于3x加1的时候 就是在写那个什么 写那个 以前线型函数 y等于ax加b的那种式字 所以这个地方就看个人习惯了 我想并没有特别的要求说一定要怎么写 一定要怎么写 来我们的刚才立体6这边这个问题 a3方减30加1 1-1这个点找到的 这个切线是 y等于1-1 大家看到下面有个图 我们92页这边翻过来这里有一个图 立体6的图形 可知呢 切线 注意哦 并非总与图形仅有一个焦点 例如这个图8的话 他会有 两个焦点来注意 92页上面这个图8讲什么 这个蓝色的这个像x型的这个曲线 就是x3方减31加1就是立体6的那个问题 那么我们找到 他在1-1这个点的切线呢是谁 y等于1-1是个水平线 我想这个没有问题 对不对 这个水平线画完之后你会发现说 他其实在左边这边 他跟这个图形呢怎么样 也焦了另外一个点 也焦了另外一个点 叫做负2-1 负2-1 所以这时候请注意就是说 这个1-1叫做切点 那这个负2-1请注意他当然就不是切点 他很明显他的 他只是说你这个线 画过去之后跟这个图形本身 产生了一个什么 这个焦点这个焦是什么 代表他们是发生了一个相焦的 焦焦凑在一起 焦凑在一起 它是什么 这个相焦 它是相焦的点 所以 焦汇的点就像十字路口一样 它产生一个焦汇的点 那我们真正的切点只有1-1这个地方 1-1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2-1我们不能把它叫做切点 所以这个地方92-1这个图形是要提醒大家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这个的讨论我们到后面2-2 我们2-2那一段的时候还会讲到这种这么多个部分 2-2还会讲到这种 就是说我们在 画图的时候 有些点 他是切点 有些点他只是 这个线滑过来之后 产生一个交叉点 对这个交应应该讲交叉点会比较好的 讲香蕉会想到我们在吃的香蕉这样子 交叉比较好 交叉点 就好了不用写到四个字 一般我们这个焦点叫做交叉点 交叉点 那如果 交叉点跟我们的这个 切点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 这要从其中会特别注意 其中会特别注意 那只是说刚好 这个地方的切线画过来 因为这个图形本身他是一个 会有一个焦点 产生交叉部分就对了 来这个部分 的话我们 在2-2还会再做一个提醒 下面请看到这个就变化力这个东西 变化力这个东西 这是我们的 讲过导数微分的 另外一种写法 另外一种写法看到 这92页这边的中间请注意 来F1A等于Limit H靠近零的时候 H分之FA加H-FA 这个式子 是什么 另一种表示法 那这个地方其实在我们什么地方就讲过了 他只后面又拿出来做一个回顾 在我们的那个 一开始讲导数的定义那里 来我们找一下 就是 在那个 84页这边 大家可以 手上课本看翻回去84页那边 好 84页那边就曾经提过这个东西 H的这种写法 P84 84 所以这边请注意 变化力这个是他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提过 在84页那边我们一开始讲到 两个点割线做斜率做极限的那个定义的式子的时候就曾经提过说 还可以把它变形成为一个叫做变化率的一个写法 变化率的一个写法 那大家看到 他这样写的时候注意 变化率的重点就是这个分母就变成只有一个H 因为原来在割线写率的时候这个分母是X-A 我们刚做 一些练习题的时候也有做到那个 A-A他是一个分母他就有两项就对了 可是我们改成H之后 分母就只有一个H 同而且他的LIMITER这边也就变成H7-0 H7-0 那这时候呢 我们看到他的说明可以看成什么 当X由A 变动到A加H 由A变动到什么A加H 那请注意 因为H趋近于0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把想象成 A如果比如说是2好了 H如果是0.01 那他就变成2变动到2.01 所以这个分子上面的想法就变成是 我针对2.01的函数值去减掉 2的函数值 那就变成是两个很接近的点 很接近的点 因为这时候H可以取得很小 所以通常这个变化率我们在 写降的时候 我们就是希望 要让这个H变得很小 非常非常的小 小到可能0.01 0.001 甚至0.00001 就非常的小就对了 那么 改变H 对应的函数值FA就变成了F的A加H 改变了什么 来这个三角形我们念成Delta 这个好像以前讲过 如果忘记答案大家记得一下 这个三角形我们会把它念成Delta 这是一个罗马符号 罗马文字符号 三角形就念成Delta 那么 Delta通常在数学上的一个使用上 它就代表在做一个相减的意思 这个三角形的符号就是在做一个相减的意思 那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在念国中理化的时候 会做实验什么的 对吧 化学实验 化学实验也会有这个三角形符号 不过在化学实验三角形符号 它代表的是 你要把那个酒精灯 放到这个 一个什么东西下面去要点火 代表它在做家的 所以这个三角形符号在不同的地方 它有不同的一个用法 那微积分这边 它这个三角形符号 要习惯它就会代表是做相减的意思 那相减就代表是什么 一个 一个可以我们把它讲成说就是叫做差值 来 差值 因为当我们去做相减之后 减法就叫做差嘛 相减之后你一定会 减出来会也许是 0.0.03 也许减出来是0.05 或者是减出来负的也没有关系 负0.01也可以 你相减完就会得到一个答案 就叫做什么差值 所以这个Delta F 我们可以把它叫差值 那它是Fa加H 减加Fa 所以这边 计算函数值的变动 来注意这个函数值的变动就相当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差值 你可以把它拿过来放在这边也可以 相当于 X的变动 比 就是H分之 Delta F H分之Delta F 就是 因为我们把 函数值的相减写成Delta F 那这个Delta F 跟H去做个比例关系 那所以在A等于A瞬间的极限 就是Fa在A等于A的 瞬间的变化率 正好就是它的微分的答案叫做F1A 来注意这个地方朋友可能会有点看不懂 是什么叫做瞬间的极限 在A等于A的瞬间变化率 所以请注意这个地方 这个瞬间的意思 大家可能会想到是时间就时间很短很短很短 通常我们在那个 有一个成语 然后呢 这样闪一下的那个时间非常的短 非常的短 那他为什么要强调是叫做瞬间的极限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这边设定的 Limiter的下面H7-0 或者是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个 割线的斜率 我们希望这两个点坐标会 一直一直越来越靠近 靠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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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很小很小的一个距离 到最后变成 两个点变一个点 所以 这个瞬间就代表它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 很短暂的时间 所以你看到后面这边叫做什么 这个瞬间去做的极限就代表瞬间的什么 变化率 也就是说我们观察说 你在这个很短暂的时间里面 你的函数值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可能 一个瞬间 他的函数值可能就 会 变得很大很大 也许会怎么样 变得很小很小 来这个地方老师这样讲你可能还是会不太懂 我们以物理上的 使用来跟大家讲可能就会比较清楚 所以这边老师不是要教你们物理 只是说 在物理上会怎么样使用瞬间变化率 我们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大家一定都知道 比如说你们如果 要出门坐上汽车之后 不管你坐什么车 反正 也许家人开车 或者司机开车 随便 好那你上了高速公路你要加速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会 那个油门踩下去之后 车速就开始变快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你们大概年龄关系还没有考到驾照 还不能开车 也许有人会开车 就是说大家如果 你们如果有一天 你们自己可以学会开车之后 你把那个油门踩下去 如果 一下子把油门踩得比较深的时候 就会 有一种什么 会有一种 爆发力的感觉 那么 这个爆发力其实老师要强调就是什么 就是加速度 就是说在物理上会把这个瞬间变化率 会把它解释成叫做加速度 大家如果在 可能有机会看到那个什么 赛车比赛 不过 过去年半都疫情 不准 比赛这运动 在比赛赛车的时候 就可以很明显感觉到说啊那个引擎 马力很大声 然后呢那个 引擎瞬间转很快的时候 就冲出去 所以这个加速度就是代表的是一种 瞬间变化率 今天一个车子的加速度如果很 大的时候 代表说他的冲力很好 他的瞬间爆发力很强 所以他就可以 比如说 一开始比赛之后他都会开得很前面 对不对那么你 以 加速度在做 物理上的瞬子变化率的讨论就是什么 就是 我 的这个速度会随 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会 越冲越快 所以加速度这个东西 他就是一个 变化率的一个应用 那相对的我们不是每次只有快而已 大家记得 加速度有可能 那你这么加速度的时候就是我越开越快 一直不断的 时速50马上就跳100马上就跳120 180 在做赛车 但如果大家记得 加速度有可能是负的不要忘记的 负的代表什么意思 今天假设你这个高速公路开开开开 你要到一个目的地区的时候你总会 你不可能一直开在高速公路上对不对 你可能要 下来之后呢 你要再往一个什么平面大路开开开 到你要去的地方 那这个路上 你如果 第一个可能碰到 红绿灯 第二个可能碰到塞车 所以你不可能一直保持你那么快 你可能下了高速公路之后开始 可能时速就变得比较慢一点 40 甚至塞车变成20 归速在跑 甚至 停了 一停就停了半个小时 对不对 所以当你从快变慢的时候代表你的加速度变成是负的 所以你的这个顺时变化率就变成是一个负的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万一有一种情形是什么 你可能 在路上 正常的开开开 突然有人旁边 那个一个不管什么机车或者是 有一个行人 冲出来要从你的车子前面过去 那你可能就会马上 会被他吓到就紧急踩刹车 要不然就撞上去会发生车祸 那么你一瞬间 踩这个刹车下去 你的速度就 如果你 杀住了代表说 你本来一个正常时速如果三四时在开 你突然发现有人冲进来 那你就一踩刹车之后可能 就会停住你的人就往前冲 那这个部分就代表说你的加速度是变成瞬间有一个 负的加速度 让你的车子 可以赶快停下来 那么你的人体就会因为 这个暴冲的动作你的人体会跟着往前冲 因为你车子是停住了但是你的人在车子里面就跟着往前冲 所以这时候 的加速度就会是一个负的 所以老师刚刚讲这个 目的就是说在物理上的一个加速度的使用就是在讲这个叫做 变化率的一个东西 在讲这个变化率的东西 他如果正的有正的的一个使用 负的有负的一个使用 让大家懂意思吗 那么 所以 我们看到右边这个图形9 这个图形9 注意 这个x轴这边 A点 跟A加H 这个差距就是什么 H对不对 差距就是H 然后我们对上来 今天这个蓝色的这个 这个函数图形就是任意的某一个函数图形 不管它是什么 不一定是 那个Potinomial的多项式 当然也有可能是 什么三角函数 或者是什么路格函数 都可以 反正就是某一个函数的图形 所以A点对上来会有FA 函数值 A加H 他是x 他是x走上的某一个点 对不对 他从 对上来之后这边就会有FA加H 所以这两个都是我们的 Y坐标 都是我们的函数值 所以 两个Y坐标相减 这个红色的部分 我们就写成delta f 就是刚刚这边所写的叫做 他的Y坐标的差值 Y坐标的差值 那么 我们把 这个Y坐标的差值 和这个什么 H 这个 部分去做一个除法 去做一个除法 然后呢 加上limiter 就变成了是什么 变成是叫做所谓的微分的一个意思 来注意哦 这个地方图形9 这边为了让大家看 说有H有delta f 对不对 好像 画得很大 但是不要忘记了 我们一开始设定这个H就是趋近于0 注意 所以这个H他其实是很小很小 小到应该我们都几乎看不到 让大家懂意思吗 但这个图形为了让大家去看的比较清楚 所以故意把它画很大 这样其实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把想象的说 这个H可能在这个地方很小很小很小 我老师在那边画了一个红线 那么在这个红线这边我们去做Y坐标的计算 所以你要发现 Fa加H跟Fa一定也会很接近 如果按照这个图形来看的话 我这边对过来这边会很接近 然后把这H靠进来 A加H跟H靠过来的时候 让他 变得很小很小 那这时候这个Y坐标也会一直很接近 就一直接近下来 所以这时候 Limiter的概念 他就会 代表说我们让 A加H靠近A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函数值F的A加H 也会靠近Fa 两边都一起靠近 两边都一起靠近 那么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加速度的例子 加速度有可能是正的加速度 有可能是负加速度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 Fa加H-Fa 今天像我们目前这个图形来讲 Fa加H是 比Fa大 所以大的减小当然是正的 那么这样子你去产生加速度就正了 但不要忘了 今天如果有某一个图形 他图形可能是往下的时候 那你 那结果你的Fa加H可能是在下面 Fa在上面 那么你去做这个相减的时候可能就变成是 小减大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不见得说 寒数图形来看的话 不见得一定Fa加H永远是大的 一定要记得 有可能因为他的图形关系 你可能A加H跑到下面 Fa跑到上面 那么你的公式还是这个 Fa加H-Fa 所以就变成小减大 注意小减大就变成负的 所以这时候 我们的顺时的变化率 或者说这个加速度就有可能是负的 所以基本上 以变化率的角度来解释的时候他有可能正有可能负 原因就是 这个分子有可能是大减小 也有可能 小减大 因为H他固定就是一个正的 H他固定就是一个正的 我就是 Xa 我比A再多一点点 那么这个A加H他一定比A大 这个是没问题 所以大家记得 用变化率来解释这个微分的时候 分子有可能产生正负 分母是不会的 因为你是从A到A加H 对不对 你即便A是负的 A是负 你加0.01 还是 变得比负大一点点 所以 H还是正的是没有问题 那么所以就是去看看 这个分子的这两个函数值 谁高谁低 当然我们图形9这边是A加H比较高 所以这时候他所产生的 微分的这个结果或者说导数的这个结果 他就会是一个正数 但如果今天有一个图形 像老师刚刚这边所画的这个红色这个图形 他可能 他是某一个图形 他变成 A加H跑到下面 FA跑到上面 的时候 那么他的 微分就会是负的 这要记得 所以 不要说 课本图形 就是这样的话 就会误以为说是他都是正的 不会 不会 所以大家记得老师刚刚举的例子 你开车出去 你要加速 那个时候加速度 顺时变化率是正 但是当你要停车的时候 他就是负的 这一定要记得这个相对关系 因为你不可能永远一直在开车 你总有一天 你总有开到目的地就停下来 所以 这个部分会有这样的一个解释 来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公司这边的 写法就是说 在A等于A的瞬间变化率的写法 可微分 那么FA就是什么 就是在A等于A的瞬间变化率 所以你会发现 在这边的这个 表示法上面就会 就不会把它叫做什么什么 切线协率 就不会把它叫切线协率 其实他其实还是跟切线协率意思一样 就像老师刚刚加边所讲的 H很小的时候就一直靠近A 那你的FA加H也会一直靠近FA 所以他其实还是有那个切线的 那个味道在那边 只是说我们解释的角度变成是用一个 变化率来解释 变化率来解释 那么来最后一个结论 我们把它看完就是 那个 观察Fx对 A变化率时导数是一个工具 所以这个式子 他的近式子就看成什么 Fx 则 Fx加H减Fx 就会近视值于 Fx乘H 注意这边就 变成是一个公式 这边变成是一个公式 这公式怎么来的 看回来上面这边 本来Fx Limit H分之 Fa加H减Fa 来注意那这时候 他就把它 这个式就变成把这个Limit不要 把这个H就怎么样 乘到左边 有没有看到 把H乘到左边 跟Fx乘在一起 那么 分子的这个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找这个函数值的差异的时候 我们可以 改成用 微分的答案 乘上我们的小H 来做一个近视值 来做个近视值 也就是说这个是把Limit拿掉之后 我们把这个分母乘到左边 把分母乘到左边变成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Fx变动的近视值 为什么 为Fx乘H 所以我们在92页的下面这边注意 92页下面这边就变成了是一个 使用上 生活上使用上会得到的一个什么 一个近视值的做法 一个近视值的做法 意思就是说 如果实际生活上我们可能没办法去找到 X加H的函数值跟Fx函数值的一个相减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微分的方式 反正你的H是多少 可能0.003 我的微分找出来之后两个层一层就把这个左边可以把它取代掉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大家注意到这边 所以本来 来下课是不是 OK 好来我们到90页就结束 来所以最后 你就说这个 变化率本身公式是这个样子 有一个Limit是等号 那么 我们在倒数第二行这个把它画起来这个 近视值的这个公式就变成说我不要这个Limit 那因为Limit的概念就是他会很接近很接近 对不对 既然很接近很接近 我们就把它变成这边写成这个等号 变成扭曲的变成什么 近视值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H乘到左边 所以这个地方请注意到92页的下面这边我们透过 变化率的讨论 让这个H的这个这个这个小小变化率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 近视值的计算 做个近视值的计算 重点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 今天礼拜五了 来我们下礼拜要上个例题 7 就是要把这个近视值的公司来做个应用 然后他这个字蛮多的93页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这么多是你可能看一看就觉得昏迷了 不过这个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 注意93页的立体系 它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 银行的这个什么利率的计算 就让你去 要把这个 变化率的公式来做一个使用 好来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我们老师导观一下 就是 这个 谢谢啊 谢谢观看 iset观看